婚后不久 婆媳有了矛盾 为惩罚婆婆 妻子竟然向丈夫提出一个条件 目的达到后 妻子却迟迟不复婚 丈夫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妻子无不失联 男子报警 发现妻子两年内竟然有过五次婚姻 她为何要这么做 再婚妻子的秘密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结婚是两个相爱的人相伴终身 所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但是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李明辉 却遇到了另一样的婚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 李明辉的妻子张田对她说 咱们离婚吧 李明辉顿时就愣了 她才结婚两个月 还未品出幸福的味道 妻子就要求离婚 李明辉不解地问道 我非常爱你 咱们为什么要离婚 张田也说 我也爱你 正因为爱你 所以咱们要离婚 咱们这是假离婚 这一对中年结婚的夫妻 为什么结婚不久就要离婚 而且还要假离婚 这个我们要从他们的婚姻说起 李明辉和张田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李明辉在网上发现张田的征婚信息 张田说他31岁 而且看照片形象较好 他要找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 李明辉当时很好奇 这么漂亮的女人不找高富帅 也不去绑大款 为什么偏偏要找憨厚老实的男人 于是他就关注了张田 并加他微信好友 张田在微信中说 父母已经不在了 他跟奶奶共同生活 李明辉的父亲也已经去世 他是跟他的母亲共同生活 所以李明辉就发现 张田的家境跟自己有相似之处 立刻就对张田产生了好感 他问张田 你自身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张田说他照顾奶奶耽误了 李明辉心里又是一番感动 李明辉已经39岁了 他的工作和家境都很一般 也一直没有成家 凭着张田的自身条件 他完全可以找条件好的男人 张田为什么偏要找老实的男人 张田仿佛看出了李明辉的困惑 就告诉李明辉 结婚是为了过日子 找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可靠 李明辉听了以后 心里又产生了敬佩之情 在那天晚上 他们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 聊的时间也很久 李明辉和张田很快就成为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李明辉就提出来要和他见面 张田告诉他 我的家在外地 李明辉就说那我坐车去你们家 张田又说他不方便出来见面 李明辉很理解啊 说你如果要照顾老人 我可以在你家附近等 张田呢 还是支支吾吾说不行 连连遭到拒绝的李明辉 突然警觉了 他不禁怀疑张田会不会是骗子 而此时他又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男版女装 以谈恋爱为名 进行网络诈骗的新闻 李明辉提高了警惕 与张田少了联系 不想没过多久 张田竟主动向他提出见面 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 张田问他 你还想不想见面 那李明辉当然想见面了 马上恢复说可以啊 张田就说那我来找你 他们两个人呢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李明辉早已经对张田怦然心动 就在他怀疑张田是个骗子的时候 张田竟然主动约他见面 李明辉心里很自责 他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父 李明辉买了鲜花和礼物 带着赎罪的心态 去见自己的义中人张田 两个人见面后 李明辉发现张田看上去 比照片上有点显老 但是想着他可能是照顾老人类的 而且他还发现 张田染黄的头发和浓妆艳抹呀 也有点俗气 但是张田的身材和相貌不错 年龄呢也比自己小 李明辉啊就勇敢地表达自己喜欢他 张田听了以后啊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李明辉就问他 你嫌不嫌我老 我已经快四十了 张田抬眼看着他说 你年龄正好 李明辉听了以后啊热血沸腾 那你和我好吧 张田还是摇头说不行 李明辉急了 你有情我有义 为什么不行 张田接着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呀 让李明辉的满腔热血立刻就凉了 张田告诉李明辉 他已经结婚了 李明辉一听就愣了 已婚的女人在网上征婚 这搞的是什么名堂 难道张田是在寻找婚外情 人家有老公 自己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辣吗 就在李明辉心灰意冷的时候 张田告诉他 自己和丈夫没有感情 两个人也没有孩子 目前正在闹离婚 所以他虽然很喜欢李明辉 但是现在不能和李明辉好 这番话呀 说了以后 李明辉马上又有精神了 他就问张田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张田说 如果你不在意我的过去 我愿意和你保持友谊 等我离婚以后 我再和你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李明辉虽然对张田 已经结婚这件事有些失望 但他反过来一下 张田正在和丈夫闹离婚 并且愿意和自己交往 说明自己有机会 去到美丽的张田 想到这里 李明辉认为他的爱情降临 那么李明辉还要等多久 才能和心上人张田在一起呢 虽然李明辉和张田 不能朝夕相处 但是每天通过微信进行联系 李明辉了解到 张田已经到当地法院 起诉离婚 并且称婚前婚后 与丈夫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 丈夫好吃懒惰 还经常家暴 婆媳关系也十分紧张 为此请求离婚 不要求分割财产 看了张田的起诉状 李明辉很同情他 没想到他这么不幸福 同时又很感动 张田愿意净身出户 说明他这个人不贪图钱财 在法院调解张田和丈夫的离婚案时 李明辉要去旁听 实际上他要去保护张田 但是张田告诉他 离婚案件法院不公开审理 你李明辉只能在外面等消息 所以李明辉就心机火燎地 等待他们谈判的结果 很快张田打电话告诉李明辉 丈夫要求他退回八万元彩礼金 然后同意调解离婚 李明辉听了以后十分高兴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但是张田却沮丧地说 自己常年照顾奶奶 手中并没有存款 丈夫提这个条件 实际上就是不想离婚 作为护花使者 李明辉早就想为张田做贡献了 所以他立刻慷海奸昂地表示 这笔钱我给你 李明辉替张田 偿还了八万元的彩礼金 张田就和前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拿到了法院的调解书以后 张田告诉李明辉 我自由了 同时还附上一个拥抱的表情 李明辉看后欣喜若狂 他终于可以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 张田来到了李明辉所在地 两个人开始像恋人一样交往 李明辉就迫不及待地 把自己有对象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年迈的母亲兴奋程度不亚于儿子 他急忙问 未来的儿媳妇长得什么样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认识的 李明辉就把张田的照片给母亲看 母亲看了以后十分满意 但是听儿子一说 他们恋爱的经过以后 而且这个张田是刚刚离婚 他就马上表示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张田是离过婚的女人 儿子跟他结婚吃亏了 再说他这么年轻 就结婚离婚的 母亲就觉得张田对待婚姻不慎重 做人太草率了 怕儿子和他结婚以后会吃亏 李明辉早已经对张田爱得难舍难分 他认为母亲的观点是老黄厉 坚持要和张田谈对象 但是母亲还是不同意 李明辉的心里就很苦恼 母亲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张田是世界上他最爱的人 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你说这让他如何是好 在李明辉的努力下 母亲终于同意两人交往 可张田却提出一个结婚的前提 李明辉慷慨解囊后 两人迅速成婚 不想张田婚前婚后判若两人 不仅如此 张田还故意与婆婆闹矛盾 并提出假离婚 可目的达成后 他却迟迟不复婚 背后到底有何眼情 再婚妻子的秘密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李明辉见张田的时候 就把母亲反对他们恋爱的事说了 张田就表示他能理解 如果自己是母亲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毕竟人人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婚姻 看到张田这么同情达理 李明辉更加确信自己找对了人 于是李明辉坚持不懈地给母亲做工作 母亲看到儿子确实是真爱这个张田 就无奈地表示同意他们往来 得到母亲的同意后 李明辉就高兴地给张田打电话 告诉他母亲同意他们谈恋爱了 他要和张田马上排好结婚的日期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张田居然拒绝和他结婚 李明辉就心急火燎地问 为什么呀 张田就解释说 奶奶一手把他带大 自己前一段时间离婚对奶奶刺激很大 所以他想先工作一段时间 存点钱把奶奶送到敬老院 安顿好奶奶以后 再考虑自己结婚的事情 李明辉听了以后啊 长舒一口气 原来张田不是不爱他 而是结婚前要安顿好奶奶 但是啊 李明辉已经39岁了啊 他马上要40了 他不能等张田斩钱去安顿奶奶 那样他得等到猴年马月 所以李明辉啊 就要去他们家去面见奶奶 要征得奶奶对他们婚姻的支持 张田拒绝了 说我们家地方小 你去了不方便 李明辉又问 那你送奶奶进敬老院需要多少钱 张田说 每年至少需要6万元 李明辉啊 再一次挺身而出 我愿意出第一年的钱 以后这敬老院的钱 咱们结婚以后在逐年初 张田听了以后很感动 说李明辉有爱心 他办好奶奶的事 就马上和李明辉结婚 而且结婚后 他和李明辉共同生活 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给奶奶做养老金 而且他还说 咱们两个人可以不办婚礼 省下的钱用于共同生活 李明辉听了以后啊 就觉得张田很懂道理 自己啊 已经出了两笔钱了 再拿钱举办婚礼 也有些吃力 他和母亲商量怎么办 母亲本来就嫌 这个张田是二婚 所以对不举办婚礼 也没意见 让他们两个人旅行结婚 就这样 李明辉把奶奶 住进老院的钱 打给张田后 两人就去民政局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没有举行婚礼仪式 就算结婚 李明辉终于娶到了 心爱的女人 她感到幸福而有甜蜜 可李明辉却没有想到 家庭矛盾很快就产生了 由于儿媳妇是二婚 母亲对她不放心 总是用挑剔的眼神 看着张田 而且结婚以后啊 张田不出去工作 她一举一动 都在老太太的眼皮子底下 婚后没有多久 张田就受不了了 当天晚上 李明辉下班回家以后 张田严肃地要求和她离婚 并且说明这个离婚是假离婚 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李明辉听了以后啊 就吃惊地问她 你为什么要假离婚 张田说 你妈整天在家里监督我 我心里非常烦 如果你不想假离婚的话 就让你妈搬出去住 李明辉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婆媳关系竟然如此堆立 平时她也没有感觉到啊 所以她就劝张田 你不要胡思乱想 张田就生气地说 我要让你妈明白厉害关系 她对我的态度 关系到她儿子的婚姻 李明辉就反复解释啊 我母亲不会这样对你但 我去问问我母亲 如果她有错误 我去说服她 我去批评她 让张田呢 等她带回了好消息 李明辉在得知 张田和母亲闹矛盾以后啊 她和母亲认真地谈了话 母亲就说张田娶进门 不干家务 整天上网聊天 有时候还和其他的男人视频 娶这样的儿媳妇 真是家门不幸 李明辉就说 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让母亲呢多理解张田 不要和儿媳妇一般见识 然后李明辉又告诉张田 她已经做好了母亲的工作 让他们两个人以后和平共处 李明辉乐观地以为 只要母亲和妻子好好磨合 互相体谅 婆媳关系一定会有所改善 谁知第二天 正在上班的李明辉 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说儿媳张田离家出走了 李明辉听了以后大吃一惊 问为什么呀 母亲说早晨起来 她就对我使脸色 我就说了她几句 结果她就赌气离家出走了 李明辉听了以后 我叫苦不迭 妈 我这么大年纪结婚不容易啊 你把田田气跑了 我咋办 母亲一听也生气了 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李明辉拿母亲她没有办法呀 所以她放下电话以后啊 赶快就去找自己的媳妇 张田 李明辉打电话问张田在哪里 张田说我现在住在酒店 让她去见个面 李明辉就赶到了酒店 她一个劲地向张田赔礼道歉 说她已经批评过母亲了 让张田不要生气跟她回家好好过日子 张田摇了摇头 咱们必须办离婚手续 李明辉不同意啊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啊 张田说 你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如果你不同意假离婚 那咱们就得真离婚 李明辉听了以后啊 无可奈何 只好跟着张田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办完手续以后 张田还告诉她 咱们假戏要真做 她从李明辉家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 而媳妇和儿子竟然离婚了 看着在家中落落寡欢的儿子 母亲呢 就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最后她表示 愿意去向张田赔礼道歉 促使他们夫妻复婚 李明辉觉得 张田假离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于是啊 她就去找张田商量复婚回家的事 但是张田却说 复婚的事先缓一缓 让你妈呀 多吸取点教训 就这样 时间一晃 四个月过去了 张田既不复婚也不回家 后来甚至连她住在哪里 她都不告诉李明辉了 而憨厚的李明辉 以为张田心里还有这口气啊 没有出来 所以只好每天呢 在微信电话 对她好言劝慰 不料 一天她在和张田聊天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了一个 惊天的秘密 李明辉意外发现 妻子又与别人签署了 结婚协议 她要跟妻子见面了解情况 妻子张田却突然销声匿迹 得知被骗后 李明辉立即报警 警方经过全面摸牌 有了重大发现 很快张田被抓捕不央 法庭上她便称自己结婚 以及要彩礼都是合法的 不构成犯罪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再婚妻子的秘密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当时李明辉和张田 正在微信中聊天 李明辉突然收到 张田发过来了一份协议 他点看一看 竟然是张田和一个陌生人的婚前协议 落款日期就是最近这几天 李明辉瞬间就像被电击中的一样 他刚准备仔细约看 结果这个协议又被张田撤了回去 李明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张田怎么又要结婚了 他不是要和自己服婚吗 李明辉急忙拨通张田的电话 质问他你刚才发的协议是怎么回事 张田就解释说自己发错了 让李明辉不要多想 李明辉不相信他的话 他要去和他见面说清楚 但是张田拒绝见面 并直接挂断了电话 李明辉放下电话就上网去查 一查呀 婚前协议实际上就是夫妻的财产约定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张田又找的男人 肯定是一个有钱人 所以两个人在结婚前 要把两个人的婚前财产约定好 怪不得张田不愿意和自己复婚 他已经移情别恋了 而且还在哄着自己天天啥等啊 李明辉上过网以后啊 越想越生气 他一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 李明辉又打张田的电话 结果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成了空号 李明辉就按照张田过去告诉他的地址 到外地他家去找他 结果开门的人说 我家就没有一个叫张田的 而且我也不认识他 我们家已经在此住了几十年了 李明辉一听那不对啊 赶快又赶到张田说的 把他奶奶送进去的敬老院 结果院方也告诉他 住院的老人中没有委托人叫张田 张田竟然这样凭宫消失了 而且他的个人信息全是假的 李明辉这个时候才如梦初醒 自己受骗了 气愤之下他赶到公安局报案 民警在对李明辉做了询问笔录以后啊 让他回去等消息 半个月后警方告诉他 经过前期摸牌 发现张田在近两年内有过五次婚姻 每一段婚姻短的一个月不到 最长的持续时间半年 而且都是婚前 以各种理由要钱 婚后再以各种理由离婚 通过结婚和离婚 这个张田骗取的财产 近五十万元 张田的家中没有需要赡养的奶奶 并且长期他在网上发征婚启示 由此警方认为 他以所谓的婚姻之名行骗 李明辉呢不过是被骗的被害人之一 警方为此决定立案侦查 并调取了相关证据 很快张田就被抓捕固案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那么张田为何进行诈骗 他诈骗的手段又有哪些 这个张田从小不爱学习 整天涂脂抹粉招摇过市 初中毕业就和一个街头的小混混同居 后来这个小混混 因为巨众斗欧被判刑 张田呢虽然长大成人 但是他不工作 长期混聚于社会上 靠姿色谋生 后来年纪大了 他就利用大龄未婚男人 急于结婚的心理 虚构自己的身世和家庭 以要彩礼安顿年迈老人 给家人看病等种种理由 利用婚姻进行行骗 先后从李明辉等五个男人身上 骗取了四十余万元 在警方的询问当中 他承认自己在婚姻当中 没有说实话 但是他不承认自己诈骗 称他得到的钱 都是对方自愿给的 案件侦查结束以后 警方就以诈骗罪 将张田一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不久 张田就站在了 当地基层人民法院的 被告席上 在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 张田自我辩解说 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结婚要彩礼是民间习俗 法律并不禁止 至于自己结婚离婚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也没有哪条法律 规定结婚离婚 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期限 因此他的行为 虽然有不诚实之处 但是没有触犯法律 更不构成犯罪 张田的自我辩解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诈骗罪 我们把它概括起来 就是这八个字 虚构事实 非法占有 也就是指行为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务的行为 可见这个罪的构成 在主要方面一定是非法占有 它不是合法的 那客观方面呢 又实施了欺骗的行为 具体到本案 法律确实规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 也不禁止索要彩礼 只是因为索要彩礼发生纠纷的时候 法院要据实进行处理 但是张田在前一个婚姻纯续期间 他就在网上发布征婚的启示 并且编造各种理由要钱 达到目的以后 又找各种理由离婚 说明张田根本没有把婚姻 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 而是虚构了事实和隐瞒真相 利用大龄光棍 急于结婚的心理 通过结婚索要钱款 然后再找借口离婚 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的目的 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被告人张田辩解的理由 依法不能成立 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 张田最后在法庭陈述的时候 他也认罪了 称自己好于无劳 没有法治观念 觉得赚老男人的钱容易 就以恋爱结婚为由 从被害人出要钱 骗到的钱都已经被他挥霍了 自己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 希望法院重庆处罚 给他毁过自新的机会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 被告人张田 故意吸购事实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李明辉等被害人财物 合计40余万元 属于犯罪数额巨大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法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规定 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张田 有期徒刑八年 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 并处罚金三万元 刑事诉讼结束了 张田呢要去服刑改造 用辛勤的汗水 洗涤他自己的罪恶 而李明辉呢 又回到了单身的状态 他反思啊 由于自己急于成家 对于张田在恋爱中暴露的 种种疑点都没有深究 更没有相信母亲的直觉 结果被骗子骗得是神魂颠倒 蒙受了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 今后啊 一定要睁大眼睛 避免再次上当受骗 观众朋友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张田由于从小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由手好闲不劳而获 尽管他觉得自己通过结婚离婚 这样劳钱既快又安全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李明辉等人由于被张田编制的爱情 蒙蔽了双眼 加上自己年纪大 急于成家 遇到张田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千载难逢 从而轻信了骗子的谎言 不仅耗费了感情 还蒙受了财产损失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男子进饭店拜师学艺 偷逸成功又想上位的他心生遗迹 没能如愿接任经理一职 深受打击的他写信勒索钱财 饭店报警 男子被缉纳归案 男子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偷逸走上邪路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